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子是天煞狐行,身边的人都会莫名其妙死亡的故事 大漂亮是一个女作家,她最近出书那是写一本火一本 比如绿茶是怎么炼成的,墙外的红杏,思想中的黄,以及车上绿调隔壁老王,都是些跟颜色有关的东西 记者问她是怎么来的灵感,大漂亮低调的说,我提笔开始写就停不下来,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吧 晚上大漂亮正在家里码字,突然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是一个十多年没见的同学,小美 这次打电话是邀请她去参加婚礼,这是找她来随份子的呀 大漂亮本要拒绝,可小美说,当年一直暗恋大漂亮的同学也回去 这让她一下子来了兴趣,谁叫她现在还单身呢 第二天大漂亮打车来到约定地点,看着阴沉沉的样子,一点喜庆样子都没有啊 走进空旷的大厅,见这里没有一个人,大漂亮有点心理犯触 转身她发现一个服务员站在背后 这人领着大漂亮走向小美订好的包间,一路上那是边走边滴水 看这样子,估计老久没去厕所,憋坏了 路过后厨,看见厨房里有个白布盖着的东西,还有许多新鲜食材 可能她看得太久,有个猪头不乐意瞪了她一眼 吓得大漂亮赶紧跟服务员走了 来到包厢,看见大家都还没到,大漂亮就先去厕所洗了个手 这时厕所的灯开始闪烁,镜子里也出现了一个恐怖的人影 大漂亮抱头默念,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转头定睛一看,原来是同学小美来了 小美抱起了大漂亮带来的花,开心的夸赞着这花的漂亮 转身她也拿出了一束蓝玫瑰和长青藤 蓝玫瑰在日本花语中代表神的祝福,而长青藤则代表了友谊 交换了礼物,两人开始喝酒聊天 小美开始说起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在24岁那年准备结婚时,未婚夫得脑流死了 一物留下了一个婚戒 还有一次小美全家去旅游,她在入住的旅馆里坠井身亡了 一物留下的是一个眼镜 父亲死后,青梅猪马的哥哥带她出去散心 结果不小心滑倒摔下了山崖 遗物留下了一块手表 还有一个初衷非常照顾小美的老师 有一次在校外突然发生车祸 只给小美留下了一支钢笔 大漂亮赶紧说,别聊这个了 这大喜的日子咋说些不吉利的东西 于是小美起身开始聊别的 她问大漂亮记得班里的校草小帅不 看大漂亮一脸不安的样子 估计是以前抢过人家男朋友 不过小美却说已经不在意了 还切了块排骨给大漂亮吃 不过这排骨上放着当年小帅和大漂亮的情侣手链 这是什么情况 大漂亮赶紧起身跑到后厨 看到一个浑身滴水的小帅站在一旁 吓得他又抱头喊道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小帅拍了一下大漂亮 他回头看见正常的小帅 仿佛刚刚都是幻觉 回到包厢他们解释道 刚刚只是个整股玩笑 小美前夫死的时候 刚好小帅在住院 于是两人好上了 突然小美指责大漂亮偷了他的手稿 发表小说 大漂亮那是石口否认 小美猛的把大漂亮掐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看到两人告诉他 这又是个玩笑 搞什么鬼,你们自己玩去吧 大漂亮生气离开 回家去电视看到游艇失事 船长正是那个服务员 而自己两个同学也在事故中丧生 书房里他的基本作品都缠上了常青藤 原来他还有一种花语 是死也不分开的意思 桌上原本一人接受采访拍的照片里 居然出现了小美的身影 大漂亮吓得大叫起来 本片来自世界奇妙物语之附身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